然后我们把那个第七 第七那个莫纳士叫做义根 第六是义士 那第七就是义根 义的根本就是第七 所以我们只要坐起眉头在想 那个都是在用第七师 各位有没有 坐起眉头在想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个时候就我们已经用到第七师 就是很深层的恒神师粮 那个就是莫纳士第七师 也就是潜意识 所以这个潜意识 已经存钱在我们的那个佛性 那个本体已经进入了 所以我们只要立了清口 烧表文 我们都看到清口表文一身边 晚上睡觉的时候 做梦都不敢吃饭了 对不对 那个就是已经进入了潜意识 很深的那个意识 很深的那个意识都很坚持 不可以 我不可以吃饭了 各位有没有经验 所以这个教宗已经深入了 那我们在修道 只要肯用这个 那个很深的那个潜意识 一定可以成到 绝对可以成就 我们那个力道 我们的潜力 无量无边 发挥出来 非常的大 我们要把它启发 发挥我们的潜力 所以了解说 我们把那个莫娜式 转成平等性式 平等性 就是凡臣 都是平等 虽然他的外表形象 以及他的职业 工作都千差万别 可是我们佛性都一样 佛性都平等 上次总统 下面是流浪汉 佛性都平等的 那呈现的现象 是他的果报 当总统有总统的果报 就是累世在利益众生 对众生都有利益 所以他可以当总统 那流浪汉就是 往事照顾自身 都照顾的不好 所以就当流浪汉了 没有办法在社会 跟人家平起平坐 都是果报的呈现 那些都虚幻不实在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见到平等 在差别之中 见平等 差别就是形象 平等就是佛性 佛性都是平等 佛的佛性 跟众生的佛性 都一样 没有大小 没有分别 所以我们了解 要把那个莫娜式 就是我们的义根 转成平等性质 那我们的因 已经转了 这个六七就是因 然后我们再来 转前面的五八 那我们再来